很多人喜歡參加路跑 讓自己更健康 沒想到愛運動又曬太陽的人 也會逃不過骨質流失 高一醫師從2012年開始 7年來針對參加路跑 以及周邊民眾進行骨質疏鬆篩檢 發現篩檢的6萬多人當中 有31.17%出現骨質流失 6.59%已經有骨質疏鬆 很多跑者根本不自覺 碳酸飲料啦 過量的咖啡啦 其實都會增加蓋著流失 所以飲食習慣 這樣的數據很驚人 可以想像一般沒有運動 和日曬習慣的民眾 骨質流失的情況可能更嚴重 都是等到姿勢不當 或跌倒發生骨折才知道 一定要有曬太陽 因為在台灣大家對曬太陽 是比較不喜歡的 那其實維他命D3的合成 主要是靠曬太陽 飲食的攝取相當 很難獲得足量的維他命D3 飲食均衡運動搭配曬太陽 好的生活習慣 才是延緩骨質流失的 博爾法門 今天在錄製室的 在錄製室的